大家好,今天在推特上看到某些长期进行反共的所谓海外民主人士的大佬们,名头非常大,我也很尊敬的一个人,他在推特上呢,这个好像有视频是什么,完了在推特上转播,转发一条,我就在底下回复了,为什么我要回复? 我听到有人说,是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小孩的教育模式非常非常的糟糕,其中就有,是吧,把孩子分成快慢班,我就在里边回复一句,是吧,我说你知道加拿大的这种中小学啊,公立的是吧,中小学,他也分快慢班,只不过是今年安省其他的省我不知道,安省多伦多取消了这个所谓的 快慢班,是吧,但是曾经在很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年限内,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每一个国家的教育,他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认为说,所有的制度,那就是民主的好,是吧,这个独裁的不好,当然独裁肯定不好,但不是方方面面独裁里有的东西,在民主国家就不存在, 我就觉得这个有很多情况,它是真实存在的啊,比如说警察们的不作为,是吧,比如说政府部门的这种 拖沓的行为做事方法,你要申请一个这个护照,你要申请入籍,你比如说我申请入籍,我等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我即使是考试,英文考试,这个都已经通过了,他最后还等了八九个月,那你说,等了八个月,是吧,那你说,这个是应该正常的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就是因为这些人手里拿着高工资,是吧,这些政府的官员们,所有的节假日,他们都要卸假,所有的这个工作的实现,他们都得严格遵守, 而且他们还要抗争,说工资低,他们的工资比很多很多的,加拿大人的工资都高出来很多,我们这些纳税人每年纳那么多钱,是为了让他们这么的不作为吗? 我觉得就是,不是所有独裁国家里面的现象,在民主国家里面,它不存在,我觉得在很多层面上,层级上,可能还有甚至,是吧, 我为什么这个现在比较,也不叫比较,比较激动,突然之间说这么一个呢,就是在刚刚我开车,是吧,这个被人家警察就给拦下了, 拦下呢,我看着这警察,警察问我,说你那个那什么,这个咱英文也不太好,是吧,说你stop,我说stop,停了呀,我没问题,肯定停了呀, 他说,说了一大动话,不让我下车,这个他后边去拿着我的license,拿着我行车执照,是吧,保险,他后边就去开发单去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像很多这个小视频里讲,你跟警察开句玩笑,他放你走,他绝对不会啊, 呃,他过来就跟我说,我大概其听清楚了,他说我什么呢,他说我在stop side的时候, 我说我一二三,我停住了呀,他说你停的时候,车往后倒了一下, 我操他妈,是吧,加拿大警察,我就操你妈,是吧,这个傻逼我就操你妈了, 哎,这个,这个,我开的是他妈的这个宝马,宝马停车还能往后倒,是吧, 我开的又不是什么这个这个奇瑞,夏利QQ,是吧,车还能溜车,在平面上还能溜车,是吧,我第一次听说, 这就是什么呢,我刚才跟他也开玩笑,我就说你看啊,现在是快到,快到圣诞节了,是吧, 快到圣诞节了呢,我需要付这个你的工资,你们要过得好,是吧, 我平常付税已经付了你们的工资了,你们觉得还不行,还要再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还要再增加点收入, 你不要认为在中国,这个,到年节的时候,是吧,他们吃拿卡药,他们要发奖金, 我不知道加拿大警察是不是到年节的时候,他要发奖金,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有,这个,类似的情况,是吧,或者说, 他们会有类似的一些,这个,指标需要完成,啊,大晚上呢,啊, 这个,他停在路边,啊,他就专门,啊,这个,你要stop side, 没踩足三秒,是吧,你要像我这种踩足三秒的, 他今天晚上又要回家,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去,是吧,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这个,给你找一个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是吧, 回来我就说,我要sell你,啊,我要,我要告你, 我说你的警号在我这个单子上有没有, 他说全在上面,是吧,一个鬼牢,一个白人鬼牢,是吧, 他说全在这上面,我说,那我一定要这个sell你, 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这个,咱们中国人来说, 华人来说,咱们会去sell他吗,因为一百, 罚了一百一十块钱,这是我,这个, 多少年罚款里边,啊,因为这一两年, 我没被罚过还,两三年没被罚过还,是吧, 这,最低的一个数字, 他也觉得他不好意思,我也在这指责他, 他也在那儿得听着,我说我付你的工资, 我还要付这些东西,是吧, 这个莫须有,当然咱也不会, 英文也不会说,是吧,我就觉得你有点过分了, 啊,我一定要sell你,但是实际上, 我们去这个法庭告他吗,是吧, 我,我给我的代理,那不也要付钱吗, 一百一十块钱,我回来那个仔细看一下我的单子, 如果不扣分的情况下,是吧, 我就不去这个跟他打官司了, 因为不值得,值不当的,是吧, 但是就这种现象, 加拿大,多伦多,安省, 有很多很多的刑事犯罪, 但是,这些警察,我看到过很多次, 比如说,啊,在一个停车场, 警察在那儿停车,是吧, 拿着一杯咖啡,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Tim Houghton里, 警察在那儿排队买咖啡, 当然,这,人家也有break time, 是吧,不叫broke time, 是叫broke time,就是休息的时间, 我们也,这个, 无可厚非,是吧,你在停车场, 一停停一个小时,停半个小时, 着着车,那油钱是我们这些纳粹人给你配的呀, 对不对, 咱扯多了,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说,这个并不是民主国家, 他就没有弊病, 他一定还有值得, 这个大伙去监督的, 是吧,如果我是好事者, 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事做的话, 我就拿着这110块钱的单子, 我就不付, 我就去这个法庭去跟你打官司, 当然他人家也不会到场, 是吧, 我打过这种官司, 只不过是我没到庭, 让代理去的, 这个, 把钱给抹了, 这个扣分也没扣, 是吧, 说你没带行车执照, 是吧, 是这类的什么东西, 我他妈手机上有, 我用不着带行车执照的原件, 给你看这辆车是我的, 就成了, 是吧, license我带着的, 驾驶的license就可以了, 行了, 不喷了, 喷多了也不好, 不过大伙不要认为, 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这个为人民服务, 国家机器是为你服务, 他可能是为你服务, 是吧, 但是也有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是吧, 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去我们这儿一公安局, 这个派出所, 是吧, 去警察局, 这个问一件什么事, 一个亚裔的, 可能是韩国人, 但是我看他面相是一中国人, 中国籍, 但是他就不跟我讲中文, 是吧, 我还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他已经不耐烦了, 他跟我说拜拜, 你看, 这就是一个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你要是这个管理的不严格, 是吧, 不管是皇家骑警, 这个全国的皇家骑警, 还是省警, 还是市警, 他分成这么几个级别, 是吧, 不管是什么, 这个不负责任的人, 阿谀不是阿谀奉承, 这是这个不叫阿谀奉承, 就是不负责任, 是吧, 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人, 大有人在, 好吧, 就聊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拜拜。